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迎来新一轮的旅游客流高峰 为了缓解国庆期间 我是主要警区周边道路的交通拥堵 从10月1号到7号 包括陆江道 环岛南路在内的11条热点路段 将对小新汽车采取单双号限行措施 具体来了解一下 根据交警部门的限行方案 从1月10号至7号 每天上午9点至晚上8点 陆江道 延武大桥 环岛南路 丝明北路 丝明南路 延武路 虎原路 中古山隧道等11条路段 实行小型汽车单双号限制通行措施 也就是说10月1号 3号 5号 7号 允许车牌尾号为基数的小型汽车通行 10月2号 4号 6号 允许车牌尾号为偶数的小型汽车通行 时间上我们延长了一天 是1号到7号 这个主要由于我们中秋假节的叠加 造成我们今年的假期 一共有8天的时间 那么第二个是在 现行的具体的路段上面 环岛路的现行的路段 从原先的郑村西路口 延长到了云顶南路口 对违反国庆现行规定上路行驶的车辆 交警部门将按照 违反禁止通行规定上道路行驶认定 驾驶员将被处以罚款200元即3分 单双号现行期间 出租车 道路轻账车 以及执行任务的特种车辆行驶 不受单双号限制 另外10月1号至10月7号 每天9点至下午5点 斯明南路延武西路口 至厦门大学大南校门段 至允许公交车 出租车进出 出租车维持8分钟限时通行措施 其他车辆禁止驶入 警方提醒 国庆期间 市民要提前做好出行安排 在现行时段内 搭乘公交车 出租车出行 或避开现行路段 记者咸云报道 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另外记者从厦门地铁办了解到 因为要进行管线 还有附属工程施工 从9月的中旬开始 厦门地铁一号线 中山公园站 文造站 湖滨东路站 连板站 会实施委党作业 暂时的委党大家配合一下 因为地铁一号线的开通 就在眼前了 10月份争取开通体验式运行 今年年底开通试运行 本期委党是地铁施工的既定工序 在本期委党内 施工单位将对钢筋混凝土 临时盖板进行破除 然后按从身到前 把路边的污水管 汽水管 燃气管 电力管线及通讯等各种管线 回迁至道路中间 然后恢复路面 地铁的出路口 大部分只做了一侧 另外一侧还没实施 为了实施另一侧 我必须要把这个盖板拆除 这个临时盖板拆除 拆除完把原来另一侧的管线 恢复到现在的盖板上面 然后再裁内实施 另外一侧的出路口跟分停施工 据了解 地铁工程施工 首先是车站隧道区间土建施工 后续进行装修车站 安装机电设备 铺设轨道 电缆 通信等设施 并进行连条连试 验收和试运行 因为地铁一号线 经过岛内一些交通 特别繁忙的路段 为确保交通顺畅 部分车站如中山公园站 文造站 湖滨东路站 连板站等 车站主体结构 采取半铺盖施工 对路面车道进行占一环一 当道路较窄时 就需要提前将机坑上方的管线 迁改至路边 虽然这种施工方式难度大 但兼顾了路面交通与施工 保障了市民的交通出行 本期施工为党计划在2018年春节前 陆续拆除 然后转入收尾阶段 此外 记者还了解到 厦门地铁一号线总体进展顺利 全线车站已封顶 区间实现动通 铺轨实现轨通 全线电通及全线跑图 车辆基地停车场 运营控制中心已陆续进驻 列车已到位24列 已调试完成24列 目前正抓紧各车站主体装修 和满足试运营条件的出入口基电安装 装修工程收尾工作 继续展开车站剩余出入口主体结构施工 争取10月份开通体验式运行 力争今年年底开通试运营 本台记者报道 在今年的8月份 是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 在街头救助了一名年纪比较大的 女性的流浪人员 当时这位受住者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 就是没有办法正常的沟通 可是几天前 他突然写下了自己的一些基本情况 包括自己的名字 哪里人 简单的一些地址 工作人员于是顺着这个线索 费尽周折最后竟然真的 还是找到了他的家人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他离开老家已经22年多了 今年的8月份26号左右吧 在街面上寻找这些流浪汉 流浪其他的人员 他是在海昌的 玉滨小学的旁边的一个路边 意思不太清楚 行动都不太方便 那我们来救助 进我们救助站 刚到救助站 这名受助者不说话 精神状态很不好 工作人员照顾好 他的起居生活之外 每天都主动和他沟通 突然有一天 这名受助者 在工作人员提供的便签上 写下了他的名字 叫刘雪葵 同时还写下了 家人的姓名和一个地址 不过地址却是 广西昭平县 牧阁公社良田生产队 救助站工作人员分析 虽然现在早已没有了 公社和生产队的叫法 不过想到这个地址 也许还能寻找到 相关的线索 于是他们多方打听 最终与昭平县 救助管理站取得了联系 最终当地救助站工作人员 在昭平县牧阁乡 找到了刘雪葵的家人 据他的儿子介绍 刘雪葵今年60岁了 22年前的一天 母亲突然失踪了 家人寻找了好几年 却一直杳无音讯 最终不得不选择了放弃 并且已经在当地 注销了刘雪葵的户口 现在得知母亲又出现了 家里人都激动不已 在和家人沟通之后 今天上午是救助管理站的 三名工作人员 陪同刘雪葵前往厦门北站 准备护送他回家团圆 在将要离开救助站时 不怎么说话的刘雪葵在一张纸上写下了 感谢救助站送我回家 今年以来已经我们从街面巡查 巡查了100多个流浪汉人 那现在还有55个人找不到家的 他说不出任何情况 所以希望广大市民了解一些情况的 多给我们提供一些 记者雄伟 杨仁杰报道 总算圆满 我们继续看新闻 每个人都会经历成长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一场 别开生面的成人礼 就在咱们厦门的沙泡尾 从15年开始 每年都会举办一场 独具闽南特色的 16周岁成人礼仪式 给孩子们的人生 带去一份属于他们的成长记忆 身穿状元袍 头戴状元冠 今年来自海峡两岸 近50名少男少女 在家长的陪同下 打扮成状元模样 跟着民俗采接团队 从下岗曹宗公出发 用状元采接这一传统形式 开启了自己的成人礼仪序幕 过成年门 七星桥 穿七娘妈亭 为父母奉茶 成人礼的每一个环节 都充满了浓郁的 闽南民俗文化风情 也包含了对孩子们成长的 美好期许和住院 来自北京的陈女士 听说厦门的沙坡尾 有这么一场 独具特色的成人礼仪后 特地带着女儿来参加 就是想让女儿 在这样的活动中 感知更多传统文化 领悟自己的成长意义 为父母奉茶是每年成人礼仪上最感人的环节 成人礼生们为自己的父母双手奉上一杯热茶 答谢父母的养育之恩 一杯清茶 两行热泪 一盏盏热茶不仅承载着对父母的感恩之情 也让孩子们明白了自己未来将要肩负起的责任和义务 要跟以前做出一些比较成熟的改变 然后就是要承担一些社会责任 这肯定会成为我人生中一副很美好的记忆 然后我会好好记住这次成人礼 那他们能够孝顺父母 家庭和睦 尊敬师长 社会和谐 我讲的 这对建设一个美丽厦门 美丽中国 都有它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台记者报道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共享这两个字呢 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新闻里 共享单车 共享充电宝 共享汽车等等 陆续进入了百姓的生活 最近啊 记者在市区的一些地方呢 发现了另外一个共享的新事物 叫共享雨伞 共享雨伞是什么样的 怎么用呢 来我们了解一下 在和平码头停车场的一处角落里 记者找到了两个伞架 每个伞架上各挂着15把黄色的长柄雨伞 仔细一看 这些小黄伞与普通的雨伞还是有区别的 在小黄伞的手柄处有一块塑料椭圆盘 里面装有定位芯片和太阳能电池板 定位芯片是为了实时追踪到雨伞的位置 而太阳能电池板的功能则是为定位芯片进行电量补充 如何使用共享雨伞呢 其实步骤也很简单 新用户首先要扫码关注共享雨伞的微信公众号 进入后点击点我用伞 之后扫描伞柄上的二维码 在听到滴滴的声响后 按下开伞的红色按钮 雨伞就自动打开了 使用完毕后 用户只要关闭雨伞 计费也就自动停止 记者了解到 共享雨伞每小时的使用费用是一块钱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用户注册使用共享雨伞 需要缴拿69元的押金 不过这笔押金可以随时退还 共享雨伞的运营公司 还开创了一小时不限次数 循环使用的计费方式 用户在一个小时内 合上一把伞 再开另一把伞 甚至开第三把第四把伞 都不会重复计费 此外考虑到共享雨伞 都是投放在公共区域 会被很多人反复使用 雨伞损坏率自然也会比较高 工作人员介绍 共享雨伞采用纳米防水防晒涂层 和阻隔紫外线的双层散面 晴天雨天都可以使用 伞架也是采用强化纤维素缸材质 可以抵抗十级锋利 据了解 首批投放的共享雨伞 共有一百把 分别投放在和平码头 以及夏大校园内 今年年底 共享雨伞的投放数量 有望达到一万把 大型商超和写字楼 也将成为共享雨伞的 主要投放地 记者谢从斌段志伟报道 大概在11月的下旬 在厦门电视台地面频道 和厦门卫视会播出一个节目 叫舞蹈梦想家 这是厦门首档的女性 励志成长型栏目 由厦门广播电视广告有限公司 和厦门剑舞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联合打造 我们率先来了解一下 随着音乐响起 12位选手精彩亮相 来自厦门的室内设计师 威婷婷 有一个4岁的可爱女儿 虽然没有舞蹈基础 但她希望通过节目的强化训练 有一天能跟女儿同台表演 而来自台湾的王婉珍 则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她的梦想是通过舞蹈 实现自我的蜕变 因为我的女儿在跳芭蕾舞 所以我也非常希望 能跟她一起跳舞 因为我毕竟是一个零基础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挑战 应该就是先迈出那一步 那我觉得在跳舞里面 我不但找到自己的自信 然后做了很多 我以前不敢做的事情 首季舞蹈梦想家 共招募12位选手 他们的年龄从28岁到51岁 虽然职业背景各不相同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 共同的身份 那就是母亲 按照节目设计 他们将在50天的时间里 从零基础开始学习舞蹈 并通过层层考核 最终角逐舞蹈梦想家的冠军 通过这些选手 他们的表现 能够激励更多的年轻的妈妈们 有更大的一个梦想 遇见舞 遇见更好的自己 据了解 舞蹈梦想家栏目 预计将于12月下旬 在厦门电视台地面频道 和厦门卫视播出 本台记者报道 下一节还将看到 大货车撞上绿地侧帆 相关部门紧急处置 欢迎回来 社工考评人员 在近期的走访中发现 敦上社拆迁场地 存在突出的脏乱 同时还有火灾隐患 社工寻报 我们来关注 走进岭下社区的 敦上社能看到 这里的拆迁现场 与未拆迁区域 紧隔着一条窄窄的通道 拆迁所致的残垣断壁 毫无遮拦地 暴露在通道旁 受不规范拆迁行为的影响 从道两侧 居民房前屋后的空地上 以及拆迁控房内 垃圾杂物大量堆积 其中不乏废弃板材 家具和轮胎 这样的易燃物品 因为所堆放的垃圾杂物 完全不设防 大多紧碍路边 一个烟头火星 就可能导致火灾的发生 而这样使馆的脏乱景象 对于仍然居住在这里的住户 也构成了险见的影响 考民人希望 问题能够引起 属地河山街道管理部门的重视 尽快规范 敦上社的拆迁行为 并将未拆迁区域的日常管理 落到实处 记者刘华报道 今天中午12点45分左右 在东渡路五矿大厦附近 一辆载着石材的集装箱货车 撞上路边的绿化带 发生了侧翻 两名驾乘人员受伤 释发后 相关部门立刻赶到现场进行处置 记者赶到时 民警正在现场进行勘察 这辆集装箱货车 向右翻倒在东渡路 往向羽保税区方向的路面上 车头发生严重变形 在车头一旁 两块硕大的石材从集装箱内滚落到地面上 记者看到 侧翻货车左后方的绿化带遭到碾压后 部分植被与路沿石被损毁 附近群众说 中午12点45分左右 他们突然听到一声巨响 寻声过来查看 发现这辆货车已经侧翻在这里了 现场 侧翻的货车和掉落出来的石材 占据了两个车道 造成附近路段出现车辆拥堵缓行的情况 附近群众说 事发当时货车上共有两名男子 发生事故后被120急救人员送去了医院 在中山医院 记者见到了货车上的两名男子 货车驾驶员王师傅仅受了点轻伤 事发前 他驾驶着货车刚从海舱大桥下桥 在经过事发路段时 由于要避让其他车辆 没控制好车辆 就撞上了绿化带 随后发生侧翻 下桥的时候 我们不是下引道 下完吗 那边也是公路 那边也是护道 这边也护道 两边小车都来了 让不过 那你就不要走哪条了 让不过 只有中间才不会挂车 王师傅告诉记者 货车副驾驶上的另外一名男子 伤势会重一点 但意识清楚没有生命危险 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 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中 为了避免拥堵 交警建议行经这一路段的车辆 请提前绕行通过 本台记者报道 因为放在船舱里的鱼虾腐烂 产生了有害的气体 再加上船里面通风不好 导致三名船员流化氢中毒 今天上午 在厦门高级机场 移动175公里海域作业的 敏诗鱼07208船 发出了求助的信号 接到求助后 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 立即启动应急求助预案 制定求助计划 由于中毒渔民伤情无法掌控 为尽快找到求救渔船 飞行队设定船机会合点后 马上协调求救渔船 同时前往此坐标位置 11点15分 B-7310救助直升机 从高级机场起飞 前往救助现场 一个多小时后 直升机组在海面上 发现了求救渔船 随后一名救生员 激降到渔船甲板上 开始查看伤员情况 经过了解得知 渔船上一共有三名中毒船员 中毒最严重者 已经没有了意识 全身抽搐 12点41分 这三名中毒船员 全都被救上直升机 并于中午1点20分 顺利返回厦门高级机场 等候在停机坪的 医疗急救人员 为中毒船员采取急救措施后 将他们送往医院 做进一步检查与治疗 记者咸云报道 一名醉酒男子 坐出租车不付钱 民警到场协调处理的时候 这名醉酒男子 不仅语言威胁民警 还动手掐住了民警的脖子 最近这名男子 因为犯妨害公务罪 被胡理法院判处有机徒刑 被告人蔡某今年51岁 来自江西九江 案发前在我是一家公司当司机 今年6月25号 蔡某在家里喝完白酒后 就外出散步 途中她又买了两瓶啤酒 边走边喝 喝完两瓶酒后 蔡某又走累了 她拦下一辆出租车 准备打车回去 当出租车到达湖里西潘路口后 蔡某却一直不下车 也不支付车费 无奈的出租车司机 只好报警求助 民警赶到后协调蔡某支付车费 但蔡某不仅不听从民警的规劝 反而一直用言语威胁民警 甚至动手掐民警的脖子 被民警当场制服 经过酒策 蔡某血液中的酒精浓度 达到了每百毫升333.12毫克 胡理法院审理后认为 蔡某暴力袭击 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 已经构成了妨害公务罪 法院一审判处 蔡某有期徒刑6个月 本台记者和特别记者报道 广告后我们来关注空气质量情况 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情况 监测结果显示 今天我是环境空气的各项指标 都达到了优积的标准 到了晚上7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31 空气质量为优 在大自然里面 大多数的动物天生就会伪装 这种能力是在长期的进化中获得的 而且伪装能力还会不断地提高 今天的绿色小常识 我们就带您去认识两位伪装高手 兰花螳螂产于东南亚的 马来西亚热带雨林区和印度尼西亚 因形态似兰花而得名 是世界上进化的最成功的生物之一 兰花螳螂有完美的伪装 而且能随着花色的深浅 调整自己身体的颜色 它们的布济演化出 类似花瓣的构造和颜色 可以在兰花中拟态 而不会被猎物察觉 通过这种伪装 它们不仅能够躲避捕食者 同时还能骗过传粉昆虫 甚至比一些真正的花朵 还更具吸引力 叶尾壁虎 生活在马达加斯加岛中东部地区 栖息于树上 洗尸昆虫 这种壁虎 善于模仿成树叶 被誉为伪装大师 它如同一片被昆虫咬食过的树叶 背部边缘像是叶脉 连皮肤的纹理也微妙微笑 起到了极强的伪装 同时还可以变成黄色 绿色 橙色 以及粉红色等多样的颜色 来融入周围的环境 此外 叶尾壁虎 还可以利用它们的叶状尾巴 模仿卷起的树叶 不论是猎食者还是猎物 伪装现象会出现在任何生物身上 关键是要巧妙 使自己可以长期生存 同时也要努力 把伪装的基因传给下一代 另外今天夜间 到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 还可以与明天 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凉 有臭氧的影响 好 以上就是 今天特区新闻广场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大会